嗨,各位小赛神,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还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创新的服务 制作基金交换平台FundSwap的初体验 那这部分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宝可梦其实对于这些创新的科技 或者是一些平台交易的模式 我其实是蛮乐于去接受的 比如说像上个月有介绍过的Amco 这种虚拟货币的这种所谓的签账卡的部分 我也是有稍微就是摸一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这个月份要来介绍新的 这个金融交易商品叫做FundSwap 那到底什么是FundSwap呢? 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就知道了 那当然重点是我们还是有好看要送给大家哦 好不好 想先尝试送你100块 这个基本上就是特别去要到的这个回馈 那就是本团专属这样子 好,那来看一下本支影片呢 会带你去领略跟提侣些什么东西呢? 好,第一个就是介绍好好投资 FundSwap是什么? 那这其实跟我们这个Banky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FundSwap它的基金交换平台 它所要从你的这个账户扣钱的部分 它目前就是只跟Banky合作 所以你自己本身若是有Banky数位账户的朋友 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这档活动 真的很方便 因为不用额外再开户了 那再来的话呢 会跟大家介绍大家 FundSwap的会员加入资格跟收费的这个情形 这会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好,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本团上车好康也会在最后公告咯 好,就是最主要这三个主题 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往下走 好,到底什么是好好投资呢? 好,这个其实如果有常常在关注宝可梦的这个粉丝页的朋友 你应该有发现说其实我在去年也有分享过一些 这个新闻的这个报导的部分 那其实其中有一则就有讲到说 这个Banky跟好好投资就是有合作 我那时候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那时候Banky他开始又要有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出来了吗? 好,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稍微转贴 然后有稍微下一下点评这样子 但如果你被我大量的文章贴文洗掉那就算了 现在这边就是在仔细的跟大家讲 大概在过了三四个月以后呢 好,大概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左右 然后这个,你如果有看我的这个IG现实动态 你会发现我在6月15号有发了两则贴文 时间隔很近 第一个是这个黄温的景 非常的漂亮 有人猜得出来就是哪里吗? 其实这个是南海路 就是那个台北市南海路那边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来到一个叫做Fintech Space 好,这是所谓的金融科技园区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好好投资他的所在地了 好,那个时候呢 他们邀请我就是去聊聊说 诶,有没有可能就是来试用这个产品 然后并且就是跟我的粉丝分享跟介绍 也就是现在已经要开始正式的这个所谓的使用咯 这个抢先测试的部分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 对,那其实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那一次跟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主管聊聊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商品 因为它解决了我们很多在基金上面做交易所遇到的痛点 那它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做基金交换 有点类似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股票交易所里面交易股票一样 那详细的这个介绍的话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这边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它其实在这个Fundswap里面 它有写一些就是QA的部分 那在这边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Fundswap介绍 我直接从这边跟你跟大家解释就好 你看这个画面上它写说 这是一个新形态的交易模式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即时的状态 如果你自己有买过基金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现在不论是在银行的平台买基金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些专门的网路的基金交易平台里面 你在做交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交易都是非即时的 而且你现在要把它卖掉 你甚至会不知道 你卖掉的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 因为那个要等关账结束之后呢 隔天才会跟你讲说 那你总共卖了多少 这感觉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感觉就很像是 你现在要去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Apple专卖店 你要去买最新的一只iPhone 但是你买的时候呢 它跟你讲说 可以啊 明天成交 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价格 所以比如说现在是34,000 但是你明天 你去成交的话 后来就变36,000 为什么多2000 因为它就是这种所谓的 会有延迟交易跟这个不透明性的关系 所以会让你的基金交易没有办法那么的即时 所以这个好好投资它其实就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这整个基金池 这个整个会员里面呢 我们只要是里面的成员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讲价 比如说宝可梦觉得这只iPhone是3万2 那有人要来买的话 那就直接除3万2 我这东西就给你了 所以这中间的交易呢 你不用再被平台上给额外收取交易收取费 别忘了宝可梦在之前有介绍过这个所谓的基金 那时候有做两集这个简单的这个影片介绍 里面有讲到说有四大这个所谓的会被收 你使用基金交易会被收取的费用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交易手续费 交易手续费是一定会被收取的 不论是买进或卖出 基金平台一定会收费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好好投资的这个平台的话 其实你是不会被收取这笔费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高频的频繁交易者的部分 这部分你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的去节省你的成本 好不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三个问题 你是否会在投资基金的时候遇到以下的困扰 第一个就是它会有高额的手续费 像你如果是交易股票型的话至少1.5 1.5到3%左右 所以它的那个交易手续费都收得非常的贵 但你会讲说不对啊 那有的平台不是有免手续费吗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基金交易都免手续费 它是某些特定的类比 或在某些特定的庆典区间有给额外的这个所谓的零手续费 或者是有的会用点数的方式来补贴你 让你可以就是不用被支付这笔钱 但是点数是使用上面是有效期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会有种种不同的限制 那我们在这边没有要评论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而是你可以自己去比较到底哪一个平台所收取的费用 对你来说是比较划算比较低的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它的平台这样子 包括在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 我们第二点它讲到的复杂交易流程 因为我们在基金的进跟卖出都会需要好多的时间 然后来等待这个基金交易成功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会造成非及时的状况 当你是觉得说现在是一个好的卖点 但是你可能晚了一天之后 你的卖价卖相就没那么好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冗长的交易销割时间 就是T加7日这个问题 所以好好投资它所成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解决这些消费者的通点这样子 那他们所打造出来的全新交易模式 就像这边讲的 他说你不需要去做申购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资金池里面 这个大家都在的这个 这个FoundSwap这个资金池会员里面 大家互相做交换就好了 那你在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 大家彼此溢价 你觉得它那个价格是你觉得可以接受的 那你就可以跟他买 你也不用说他出有时候100份 然后你就要买100份 你也可以买其中的5份或10份 他们就是以比例就是卖给你这样子 所以只要双方合议就可以在里面进行交易 所以不需要额外的赎回 然后再直接把基金转卖出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在里面就直接做交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啦 所以他这边又写的基金交换的优势就是 第一个可以有即时交易 第二个它的门槛比较低 最低一块钱就可以买基金了 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概念 第三就是费用降低 交换手续费的这个全免 仅收取少量个固定订阅费 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聊到说 这个基金平台到底靠什么盈利 这个也要做完整的揭露这样子 至少你还可以就是使用传统的申购功能 比如说当你的基金卖出 卖半天没有要跟你买那怎么办 你其实平台 你还是给卖回去给平台 然后平台还是会帮你 就是对外进行做这个所谓的买进或卖出的交易 所以这个跟一般的基金交易平台 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它的平台展示的部分 这部分其实是只要等等 你确认我们要就是参加这个活动 你也要来开户的话呢 你其实从Bankit AP 里面就可以进行开户了 很简单 这部分的话呢 等一下会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步骤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 它所使用到的技术 基金主笔错额技术跟区块链 好 那区块链的话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解释过 好 区块链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说它有不可谋面性 还有就是整个账本是在网路上面公开的 是不可以被篡改的 好 所以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我个人会是 我认为会是一个未来的主流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好好投资方式 也使用了区块链的技术来记录大家的交易记录 所以因此不会有这个错障 或者是被修改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部分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那再来的话呢 什么是好好投资 好好投资 他们其实也是受到金管会 监理刷盒的监管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等于是说 大家都在一个非常安全的Fundbox里面 在做这个交易 所以基本上绝对不会出错 好不好 金管会也不允许出错 因为到时候要是有人一撞高到金管会 那这些业者就死定了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是一个很安全 而且是由官方挂保证的一个 所谓的监理沙盒的试验 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里面尝试看看 好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好 赶快一起来体验台湾金融产业的蜕变 也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金融产业是非常保守 然后很多方都是各个各具山头 这样子在这个怎么讲 自己的利益就自己巩固的好好 都有很高的护城河 所以我现在是很乐意去看到说 有一些不同的金融机构起来 甚至要打破这样子的现状 而给出不同的好看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 是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是往利多的方向走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回来继续看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PTT的部分 Fundbox的会员资格跟收费的部分 也要在这边跟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会员资格 我们在他的那个 呃官网上面有有找到一些资讯 也提醒大家 就是第一个你要2020岁才能够使用这个 所谓的Fundboxwap的会员 好那基本上本团应该都是符合资格啦 所以你们一定可以参加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要有风险性评估 做任何的投资都一定要做风险性评估 所以这一次你也是要写风险性评估这样子 好第三个的话就是 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基金交易经验 也欢迎大家就是赶快来看看宝可梦的影片 然后就是去年你们如果已经有 跟上宝可梦一些基金介绍的一些 呃文章跟活动的话 其实你现在应该都有基金交易的经验 好 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尽量去符合这样子的资格 然后再来参加活动 基本上比较没有问题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Fundboxwap到底赚什么 好 因为他又不收你手续费 这是平常平常的一些网络券商他们会 交易商他们会收的这个费用 但他不收他到底收什么呢 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交易交易模式两个比较的话 比如说基金平台或者是基金公司的话 他是只能够申购或赎回 那Fundboxwap的话他可以申购也可以 自由的做交换 好 那收费方式的话就是前者是属于收取手续费 好比如说 1.5到3%的这个数字 但是呢 Fundboxwap不收手续费 他收的是所谓的订阅费 好就是说 他就等于是像这所谓的Pressplay的订阅一样 你只要每个月付一笔所谓的 基本的费用 比如说99或199元 好他可能有不同的集续 有不同的这个服务的部分 这将来可能会推出来 我们就是在关注就好了 但目前为止都是免手续费 免订阅费的情况来让大家使用 所以现在这个月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 因为他不跟你收钱 你就先试试看嘛 等到他要收费 你不喜欢 你就再退掉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监理沙盒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安全 而且让大家免费试用 先试试看嘛 欢迎买的 不欢迎你就不要买就好了 很简单的啦 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基金的优惠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像基金平台的部分 他会是有活动限期 而且他虽然说是活动期限之内零手续费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全面 但是在Fundswap的部分的话 他会是在 你在里面的会员 你就会永远都是零售需费 这个部分 他是会蛮有竞争性的 但我必须还是要讲说 像如果你是比较频繁的 买进跟卖出基金者 那你会更适合这个Fundswap 因为Fundswap它的收费是定额的 也就是说 你很喜欢做基金买卖跟交易 那么你就很适合这个平台 因为你在里面可以无限制 无限量的天天都在交易 好那这部分的话 你是不会被收取任何的手续费 好对你来说 你可以节省很多你的成本 但是呢 你买的基金里面的内部的成本 基本上他你还是要支付出去 这是你不管在哪一个通路买 好都会去支付的部分 所以你还是要特别的去想清楚 就是这些基金 这些产品的内容 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投资属性 这个也是要很诚实的 跟大家告知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在上车好刚之前 我来先教大家怎么做开户 好不好 好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我现在把这个画面打开给你看一下 我这边也有 他们其实也都写的很 很多就是 我觉得算是蛮清楚的一些 所谓的detail的介绍 比如说像这边 开户须知 他有个开户懒人包 我们这边点去看 就可以知道 这个 首先你要先注册会员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进行开户手续 然后认定交歌户 因为你如果在 你之前有开过 比如说像聚恒买经纪之类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平台 他一定也要联动你的 这个所谓的银行账户进行扣钱 这个FoundSwap也是一样 那他目前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的Bankkey 所以说你一定要持有Bankkey数位账户 才能够进行这个所谓的扣款的动作 那最后的话呢 锁定完交客户之后 最后就会开户完成 所以第一步 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很简单 这个我等一下教你 你只要在Bankkey的APP里面 就可以连过来开户了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真的非常不困难 你也不用特别去记那个 你的到底是哪一个网址 才能够开户之类的 都不用 你只要从Bankkey的APP点了 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开户手续很简单 就是基本该有的 就是验证手机号码 然后签合约 然后证件上传跟个资 最后就是交客户设定 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设定交客户的部分 还是只限定Bankkey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去注意哦 还没有Bankkey数位账户的朋友 请赶快申请 那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Bankkey的开户需要一到三天 所以你要参加本团的活动 限时一个月的话 也欢迎你赶快先开Bankkey数位账户 那之前已经有跟团的人 现在就可以直接开FoundSwap的 这其实基本上都联动的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那第四的话呢 你申请完毕之后 就会等待审核 那这种其实跟开户 不是有所谓的必然的关系 因为银行的开户是会拉连针 但是方式化开户 其实它只是审核你的资格而已 它不会拉连针 所以只要你有Bankkey数位账户的人 你现在做开户 解任务都是非常简单的 好不好 所以恭喜完成开户流程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交易了 好 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简报的部分 本团到底有什么上车好康呢 Pokem都已经准备好了 也欢迎大家就是 这个老店就老咖 阿爸就阿妈 一起来开户 我觉得这个会非常的有趣 来跟大家提供一下 我们本团的指定优惠代码呢 是FoundSwap指定优惠代码 叫PKM001 Pokem简写PKM001 特别去注意 一定要写入PKM001才会计入本团哦 再来的话呢 你只要有来参与活动 体验就直接送一把 好不好 我这边准备了500份 但我觉得 我们虽然说本团快3000人 但是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上车啦 所以我先准备500份 等500份大家都领完了 那我们再来看要不要价码好不好 就代表说本团的参与活动非常的踊跃 那我一定会再掏钱出来办活动好不好 那现在就是前500人 每个人都有 好 那这个100元怎么拿呢 很简单 就是限定卡板帮的成员 就是你之前跟上保可梦团 或者是辉歌团 或者是CW大家团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那到时候我会开立表带 让大家来做填写 第二个的话呢 是需要在7月13号到8月14号 这完整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来参与活动 我们就是一个现实的活动 所以对你来说 我觉得开这个基金户应该不困难 因为你只要从BankApp点进去就有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只要完成任意一个基金下单 甚至一块钱就可以了 可以交换之后呢 你会决途来回报领奖 好不好 那我一样也会写详细的文章 跟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跟大家做解释 你要怎么开户的这个步骤 我都会写文章跟大家分享 你有任何开户的疑问 也欢迎就是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来看我的文章 在粉丝页下面问我 我都会很乐意回答 好 那你只要完成任意的基金下单跟交换之后呢 就可以截图来回报领奖了 好 那我们的这个回报领奖的连结 也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跟我们的文章里面都可以找到 那100元你可以拿什么呢 那没有办法送现金来 但是我们会送 比如说100元加入服除支金 或者是100元小器商品券 或者是100元某某红蜜金 这个能给的我们已经尽量给 好不好 所以这100块的话 稳赚 来体验 来做基金交易 来试着尝试一下新的科技 这个新的交易模式 就是 我觉得就不会吃亏了 好不好 就是大家互相帮个忙 让宝库梦这边的业绩好看一点 那么大家也可以达到一些好康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Banky数位账户的朋友 也欢迎你赶快来开一户 开户的时候写HWQ44 来开一户就可以符合资格了 好 那我在这边还要再做个加码 就是本团从7月1号到8月14号的这6个礼拜呢 你只要有上车的朋友 那么6月34号以前是上半年的档次嘛 那现在下半年的档次就是走到8月14号 那看情况看要不要再做加码 你只要有上车的朋友开完数位账户 那并且有来解这个FunkSwap任务的话呢 再多送你一杯咖啡好不好 但是呢 我们的Banky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开户 开Banky户而已 你还要再加开FunkSwap户头 也是让我这边的业绩的绩效好一点 那么宝可梦就多送你一杯咖啡 所以最高135元 就是送大家这样子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问题来就是 大家会想要知道说 那我要怎么在Banky的这个APP里面进行这个 所谓的超连结的什么点呢 我在这边开这个画面给你看 来 这个 Walkamon这边呢 你只要登入你的Banky会员之后 你在这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这个小的紫色的按键 点下去之后 它这边右边有个金融百货 点了 然后你这边会有看到一个FunkSwap基金交换 然后这边选择FunkSwap申请 点了之后呢 它会问你说 你即将要进入好好投资 M001的话系统不会去知道你是本团 所以你一定要输入PKM001 有没有 你这样子输入完之后呢 才会符合本团的上车资格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开户的程序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看一下这支影片 然后看一下官方的介绍 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要怎么操作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那最后有一句话要送大家 宝可梦就是现在开始影片 我们要加一个金句 就是来警醒世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境遇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这支影片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你再不理财的话就要变穷光蛋了啦 说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早先的话 我只是很单纯的都只是钱放这个所谓的 就是银行的账户 那到后来才开始慢慢的投入 投入这个所谓的台股 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也接触了这个所谓的巨亨 有开始了解一些基金 那接下来最后的话就是买ETF 然后甚至台股的0050 最后就是美股的部分 其实人的进化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慢慢往上走了 如果当初的我没有考虑 就是要开证券物 然后开始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 这一块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宝可梦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用这句话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来跟大家就是勉励一下 请你们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尽量就是开始去尝试一些 新的金融科技服务 那么让自己多累积一些财商 这个financial这个EQ 这个FQ的部分 就是财属常讲的FQ 这个财务智商的部分越高 那么你将来才有可能脱离 真正的这所谓的贫困 然后成为真正拥有财富自由的一个 厉害者好不好 所以宝可梦今天这个介绍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勉励 也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加入 FunkSwap的行列 记得开户输入PKM001 就可以享有本团的100元好康了 限量前500名 但是有超过我还是会给啦 请你们大家就是赶快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立即上车 好不好 如果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赶快按个订阅 然后呢小铃铛看起来 最新的理财资讯就会送到你家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赶快来按赞 公开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FunkSwap的理财之数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